周末冷气团来报到全台湾急冻 今天的发烧话题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在北部地区有民众买煤油取暖 那么也让加油站出现了抢购潮 一度传出了一桶桶的听装煤油通通都卖光光 而中部地区这几天销售量也是明显增加 光是这个星期 全台中加油站的煤油就卖了800多桶 不过中油表示煤油缺货 煤油的储存量都有掌控 随时都会补货 来到台州的加油站 一桶桶的听装煤油 扩存量还很多 不过随着周末冷气团报到 煤油销售量也跟着增加 主要是家里用 因为天气冷用那个煤油卤 取暖用的 有在露营的话 就是可能会来中油这边买一些那个煤油 从上个礼拜一天几十桶 到昨天为止 我们的销量已经到了800多桶了 天气明显转冷 民众提前囤货 不过一度传出 北部出现抢购潮 竟然缺货 买不到煤油 最近台北这边经常下雨 导致它物流配送的稍微晚了一点 所以会产生一个短暂的缺口 中油强调全台厅装煤油 加起来还有22万厅的存料 大部分的人买来露营用 或是取暖 尤其是租屋族 没有冷暖气机 使用煤油暖炉特别方便 不用插电外 暖房效果也很快 适合大瓶树的空间 但是煤油价格这三年来 涨幅将近六成 都是跟国际的整个的煤油的价格联动 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都在降价 上个礼拜每一公升降了一块 这个礼拜每一公升降了两块六 虽然油价波动 有涨有跌 但目前像这样最大容量 20公升的厅装煤油 一大桶就要1040元 冬天需求量大 民众花下来 也是一笔开销 酒盘性城市捷台中报道